幼童窩躺在教室地板 教保員提他蓋上棉被的同時 身體也壓在幼童身上 做出類似熊抱的舉動 幼童隨即跑走 桃園市中列區某幼兒園 被家長指控 中班的正姓教保員 粗暴隊的孩子 使得幼童回家後大哭 調員監視器 發現教保員曾出現餵食粗魯 捏臉等不同舉動 原方不願出面說明 僅透過對講機向媒體表示 正姓教保員為了阻止幼童玩耍 才出現不當舉止 但有發布書面聲明指出 該教保員十月份經常請假 到國小處理他兒子的事情 當時國小老師的訪談 造成他情緒控管出現問題 十一月事件發生後 該辦有五位幼童不再續讀 原方深感歉意 會協助家長採權額退還費用 桃園市教育局表示 以韓報教育部通報該教保員不適任 忠實不得從事教保服務工作 而幼兒園沒有監督責任 也會對幼兒園家仲財處十萬元 並且停招一年 原室新聞綜合報導